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有新作品 美国白宫昨天发布了一段 关注叙利亚难民的短片 而奥巴马把这部短片 放上了自己的面子书 粉丝专页 就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在短短9个小时 就有接近7万人转发视频 吸引了2700多个留言 留言中有包有贬 而这部短片除了奥巴马 还有一位男主角 他只有6岁 却做了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 我们你来看看这部短片吧 白宫的宣传团队 将一个6岁男孩 想迎接在叙利亚战火中 受伤的小男孩 到他们家的故事 拍成了视频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8月17号震撼世界的 叙利亚阿勒坡男孩的视频呢 没错 美国小男孩 就是想迎接 这在空袭中 失去家园的阿勒坡男孩 到他的家中去做客 画面拍得非常温馨 奥巴马也在纽约 举行的难民问题首脑峰会上 引用了这封 6岁男童亚利克斯的亲笔信 这部短片 结果奥巴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 立刻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大家首先深受6岁小男童所发挥的人性关怀而感动 但是大家也清楚 白宫不应该模糊焦点 紧接着不少人就开始讨论 美国政府应该在叙利亚扮演的角色 当奥巴马凭借着白宫 为他打造的宣传片 在纽约这时候举行的 难民问题首脑峰会上 焕发着世界首领的光辉时 大家不应该忘记 美国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并没有停止 美军空袭叙利亚政府军据点的争议 依然没有停止 而阿勒坡男孩的故乡 所受到政府军和俄罗斯的空袭 至今也依然在继续 这不只是收容难民的问题 当大家为美国男孩 关爱叙利亚男童的短片 而深受感动的时候 请别忘记 美国对叙利亚如今乱局的责任 绝对是责无旁贷 如果可以 难民们绝不想离开他们的家乡 他们要活着的尊严 而不是大家的可怜